上主求你不聽我的呼聲 你一向是我的救援 我的救主 不要把我遺忘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Amen 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神聖神燈賜 與你們同在 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今天的讀經醫提到很偉大的先知 愛利亞先知 她信了很多的奇蹟 很多人佩服她 讚美她 不過最重要的是她 不斷地尋找天主的旨意 想要奉行天主的旨意 所以我們今天的離開時 我們首先放行片刻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想奉行天主的旨意 我們一起懺悔 求天主匡述我們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認我此言行為上的國師 我罪 我罪 我的中罪 為此恨請眾生 同真聖神聖母 瑪利亞 天使聖人 和你們各位教友 為我祈求上主 我們的天主 願千萬的天主 摧點我們 聖免我們的罪 使我們得到永生 阿們 尚主求你垂臉 基督求你垂臉 基督求你垂臉 上主求你垂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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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祈禱 人子的天主 仰望你的人必获得用力 我们深信软弱 没有你的主佑便一无所能 求你福音我们 光是恩宠 主佑我们遵守你的诫命 所有私言行为 都能得到你的欢心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生神永生有望 阿们 公读德训篇 当时先知厄里亚兴起 激烈如火 他的言辞像火炬般燃烧 他使人民遭遇饥荒 因为他饥饿如愁 使人民的数目大减 他借上主的一句话 关闭了苍天 他也三次使火下降 厄里亚 你因这些奇迹是多么荣耀 谁能自夸与你相比 你借至高者的一句话 从死亡中 由英府里 死死人复活 你消灭国王 推翻了显耀 你在西奈山上 听见了上主的训诫 你在和乐部山上 听到了报复的判决 你以富游立了君王 以执行报复 你用富游选立了先知 为继承你的职务 你趁着火马车 被火旋风卷去 你随时准备好 在上主发怒以前 平息易怒 为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 并使雅各的各支派 恢复旧官 看见你的人 和在上主的爱内 安眠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我们也将享有真生命 在厄里亚被火旋风卷去后 厄里手充满了她的精神 她在世时 没有君王能够动摇她 没有人能够屈服她 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倒她 甚至在死后 她的尸体 还能执行先知的任务 她生前行了奇迹 死后也行了奇事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义人你们要因上主而欢心 义人你们要因上主而欢心 上主为王 愿大地踊跃 所有岛屿都要一起欢乐 云彩和黑暗围绕在她的四周 正义与公道是她王国的基础 义人你们要因上主而欢心 烈火在她前面前进 粉烧她周围的敌人 她的闪电照亮了城环 大地一见就站立摇旱 义人你们要因上主而欢心 面对上主 普世的大主 群山都要融化 像蜡烛一般 苍天传报她的公道 万民看见她的光耀 义人你们要因上主而欢心 愿所有拜偶像 夸赞邪神的人蒙羞 愿所有神明都在她面前 伏地叩首 义人你们要因上主而欢心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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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领受了使人成为义子的神 我们在他内呼求天主说 阿爸父阿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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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共度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祈祷时不要跌跌不休 如同外邦人一样 因为他们以为 因为他们以为 长天大落 便可获得垂云 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 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 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 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贤粮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谢女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因为你们若宽恕别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宽恕你们 但你们若不宽恕别人的过犯 你们的父 也必不宽恕你们的过犯 上主的声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的福音 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也许你们也想过这个问题 耶稣说 在你们求他 就是天父以前 已经知道 你们需要什么 那为何要祈祷呢 天父早就知道我们要求他什么 那我们还要祈祷吗 什么目的 有什么好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要回到今天的读景一 就是 埃利亚先知的故事 整个读景一都是 不断赞美 不断赞美 埃利亚的话 埃利亚做了什么 特别的事 比如说 他使人民遭遇 饥荒 然后他借上主的一句话 关闭了苍天 谁能自夸 与他相比 等等 埃利亚吸引了很多的奇迹 不过在整个读景一 我特别注意到的是 这句话 你随时准备好 埃利亚 你随时准备好 这句话非常重要 我想到 一位我喜欢的圣人大德朗 圣女大德朗 他分享他的纪念 他是祈祷的高手 他得到这个末光 这样的祈祷的恩宠 然后他说 这样的祈祷的恩宠 这是天主给的 我们没有办法自己 得到 以自己的努力 得到这样的祈祷的高峰 这是天主想要给谁就给谁 不过我们要 我们唯一的要做的是 我们要随时准备好 也许天主监选你 然后要赐给你这样的恩宠 祈祷的恩宠 所以我们跟 埃利亚一样要随时准备好 接受天主的恩宠 第二件事就是跟我刚刚提到的问题有关系 为什么我们要祈祷 天主早就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即使我们祈祷 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 我们祈祷的时候不会增加 天主的光荣 天主基本上不需要我们的祈祷 我们的祈祷也不会改变 天主的决定 也许有时候我们在想 天主是不是在考虑一件事 然后因为看到我们在祈祷 天主会做 按照我们的想法 做这样的决定 不 天主不会改变祂的决定 天主知道我们会祈祷 为这个意向祈祷 也很高兴 因为这样的祈祷 对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帮助 很大的好处 祈祷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地说出我们的祈祷的意向 会让我们多反省 会让我们问这个问题 我真的需要这样的恩仇吗 也许 比如说我生病了 然后求天主治好我的病 天主知道了 也许如果我恢复了我的健康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天主知道我需要什么 所以祈祷的时候 我就是好像准备 在准备接受天主的恩宠 无论是按照我的计划 或是完全不一样 我就是在准备 接受天主要给我的很大的恩宠 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祈祷 不要放弃 不要说天主早就知道 我不必祈祷 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 还是要多祈祷 现在我们就是要继续祈祷 我们可以想到我们今天 带着祈祷的一项 呈现给天主 问天主这样的祈祷 是好的吗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借以你的旨意为主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 全力全力消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居心的尼撒 呈现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明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神的圣灵的榜样 终生赐光荣 主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是恩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是恩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真实祈恩的安慰者圣神 倾注于我们 集结信友的心中 就此我们敬畏及相爱之神 阿们 就此我们聪明及干义之神 阿们 求此我们超见及民的之神 阿们 求此我们最高的上知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祢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捐弃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 蓬勃发展 祝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吧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义 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 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授显扬 愿你的过来临 愿你的指引 通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求我们免于凶和 阿们 我们求天主降福我们 赐给我们祈祷的恩宠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师名同在 愿千万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礼礼成 我们去穿布福音吧 感谢天主 千金兵幻幻肠送祖之河 叫我 兵道为你的全能处 千金兵幻肠送祖之河叫我 因他全能处 尽为全能处 欢喜而受祖武道 还尝而有助愿 要因主 应他利子 因主有地 欢喜而受祖武道 还尝而有助愿 愿要因主 因他的自民 融化你